今夜最新消息,我们的中华健额征战巴黎奥运 在今天有首批代表团要出发了 包括了网球、游泳跟田径代表队通通名列其中 其中台湾蝶王冠宏还有最速男杨俊翰 以及初登五环殿堂的韩安琪 通通都已经到机场去报到 而行政院长卓榮泰他也特别到现场 送上台湾蓝雀的吊饰 要为这批为国争光的选手加油打气 阿拉队首举姻缘牌口号喊的热烈 就是因为中华健额准备出发巴黎花都 要为台湾争光 奥运选手们包袱宽快 拿着行李准备出发 而十九号晚间轮到了田径游泳 以及网球好手们要依序搭飞机前往征战之路 经过最后一场比赛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越来越进入比赛的状况 然后也非常期待说这次去奥运 出发前就准备好 所以说只要去准备好自己的心态 然后尽量的去调整时差跟饮食 我觉得应该都会不错 其实心情一直都比较沉稳 然后也比较冷静 葵维三年再度踏上五环殿堂 内心虽然小小紧张 但还是得砸稳脚步 努力往前 除了这些奥运健将外 还有十九岁的混血泳将韩安琪 以及田径新星彭明洋 都是首度登上奥运殿堂 希望可以破最佳这样 然后就是能吸取经验 然后学习很多新的知识 我也很努力的 让自己保持在一个最佳状态上 播手们全力备战 信心十足 这次不仅家人粉丝来送机 还有大咖来宾行政院院长 卓榮泰也来桃园机场 送上台湾蓝雀的吊饰 要给选手们满满祝福 方式为了今天晚上要来 我都觉得非常的兴奋 因为我可以代表政府及人民 向所有的国家代表队的好手们 向你们说一声辛苦恭喜跟加油 台湾民众会努力在保岛上 为选手加油打气 希望他们发挥最好表现 为自己的运动生涯 创造辉煌成绩 记者张承讯 陈英荣 桃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